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以繁荣与萧条周期而闻名的记忆体晶片行业已经改变了方式 更严格的管理和产品的新市场 包括5G技术和云端服务相结合 将确保公司实现更可预测的收益 然而,在记忆体公司做出此类声明后不到一年 这个价值1600亿美元的行业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败之一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记忆体晶片的价格和需求量均出现了历史性的下滑 记忆体晶片行业正在面临一场寒冬 全球记忆体晶片行业集中度高,呈寡头垄断格局 由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主导 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两家记忆体晶片制造商 占据全球七成的DRAM市场 也使韩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国 半导体也是韩国最重要出口商品之一 在其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约为20% 而在韩国出口的半导体中,又以记忆体晶片为主 据韩国海关总署数据 2022年,韩国记忆体晶片总出口额为617.78亿美元 同比下降10.7%,均价同比下降13.6% 从季度来看,韩国2022年出口额的下降始于下半年 并且在第四季度呈现断崖式下跌 2022第三季度,出口额环比下降12.3% 同比下降18.4% 2022第四季度,出口额环比下降30.7% 同比下降43.4% 但是出口重量波动较为平稳 下半年还有所上升 出口额下降主要是产品价格下跌 进入2023年 出口额下跌仍未停止 2023年1至2月出口额为51.02亿美元 环比下降25.4% 同比下降53% 其中,2023年2月出口额环比有所增加 但从价格来看仍在继续下跌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3月表示 由于需求萎缩和库存增加 DRAM、LAND和系统晶片价格进一步下滑 半导体出口继续受到影响 晶片价格预计将继续下跌一段时间 从近十年韩国记忆体晶片的出口价格下跌趋势看 也仍然没有看到上涨迹象 但按照长期来看 出口晶片重量波动较为平稳 出口总额的波动 基本与价格波动成正比 且价格波动成周期性变化 变化周期约3至4年 事实上 这个变化周期和DRAM记忆体晶片的价格波动周期 基本一致 本轮下行周期已经持续了一年半 从周期性来看 已经是接近尾声 预计在2023年中见底 据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发表报告称 为应对DRAM市场的持续下滑 美光、SK海力士等记忆体大厂 已启动DRAM减产 第一季跌幅近20% 预计第二季DRAM均价跌幅会收敛至10%至15% 不过下半年需求复苏状况仍不明确 DRAM均价下行周期上不见中止 目前原厂库存水位仍高情况下 除非有更大规模减产 后续合约价才有可能反转 PCDRAM方面 买方连续3G大减采购量 PCDRAM库存约9至13周 PCDRAM原厂已减产 Trendforce预测 第二季主流DDR48G模组跌幅仍超过一成 但或许部分PCOEM厂商基于价格偏低考量 有意愿提升DRAM采购量 但是否减轻供应端高库存压力仍待观察 预估第二季PCDRAM均价跌幅约10%至15% 伺服器DRAM方面 受OEM及云端服务供应商调降伺服器需求 导致买房拉货动能疲弱 然消费性市场不明朗 使原厂持续提升DRAM生产比重 逐机积累的库存成为负担 虽然原厂普遍调降产能利用率 但对价格止跌效果不大 预估第二季伺服器DRAM均价几跌13%至18% 行动DRAM方面 尽管手机品牌库存回到相对健康水平 但对生产计划仍持保守态度 故第二季买房对行动DRAM需求仍疲软 然高库存市原厂承受极大卖压 即便原厂已减产 仍难改变供果余求情形 预估第二季行动DRAM均价在续跌 为跌幅渴望收敛至10%至15% 汇图DRAM方面 买房备货态度保守 且近期利埃一提并未明显刺激需求成长 以主流GDDR66G看 采购力道普遍保守 第二季均价跌幅10%至15% 值得注意的是 现阶段供应端正值8G转16G之际 三星年底将结束GDDR68G产品声明周期 2024年起仅剩SK海力式供应 基于供应商减少判断 有望减缓汇图DRAM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 消费级DRAM方面需求相对稳健的网通领域 订单陆续交货后 业者逐步放缓拉获利道 且普遍保守看待今年网通需求成长性 电视等应用均无法有效支撑市场需求 尽管原厂陆续减产依应 但市场仍供过于求 价格持续下跌 预估第二季消费级DRAM均价击跌10%至15% Trendforce高级研究副总裁表示 仓库中的晶片过剩 客户减少订单 产品价格暴跌 晶片行业认为 供应商将拥有更好的控制权 这次经济低迷证明每个人都错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不仅耗尽了 行业领导者SK海力士和美光科技的现金 还动摇了他们的供应商 削弱了依赖技术出口的亚洲经济体 并迫使仅存的少数记忆体厂商 结成联盟甚至考虑合并 这是该行业大流行销售激增的迅速下滑 是由购物者为家庭办公室配备装备 并抢购电脑 平板电脑和手机所推动的 现在消费者和企业在应对通膨和利率上升时 都在推迟大笔采购 这些电子装置的制造商 及记忆体晶片的主要买家 突然被库存的组件困住了 不需要更多 三星电子及其竞争对手 已经在他们生产的每一块晶片上都在亏损 他们今年的集体经营亏损 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50亿美元 三星似乎是唯一一家相对毫发无损的公司 这要归功于其庞大且多元化的业务 但即使是这家韩国巨头的半导体部门 也面临亏损 美光对需求的暴跌 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该公司表示除了减产外 还将削减新厂房和设备的预算 该公司执行长表示 行业本身的速度将取决于公司的同行 采取类似行动的速度 他们必须度过这个周期 他相信跨周期增长和盈利的趋势仍然存在 在韩国 SK海力市也削减了投资并缩减了产量 该公司库存过剩的部分原因是其收购了英特尔的快闪业务 该交易是在行业衰退之前达成的 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记忆体晶片大王三星身上 晶片制造设备制造商Lam Research表示 随着记忆体客户削减和推迟支出 订单出现前所未有的减少 这是他们25年来从未见过的水平 该公司将三星 SK海力市和美光视为其最大客户 该公司的高管拒绝预测 此类行动何时可能有助于记忆体市场反弹 记忆体制造商一直很难应对需求的高峰和低谷 因为让新工厂上线需要数年时间和数十亿美元 因此很难把握好时机 这些风险促使业内公司变得更加保守 他们更关注盈利能力 而不是试图快速增长并获得市场份额 以RAM晶片来说尤其如此 三星、SK、海力市和美光 这三大主要供应商正在减少供应 存储期市场的另一个主要部分 即NAND晶片正在经历激烈的竞争 且更加分散 如果情况变得更长 最终人们将看到NAND市场的整合 并且随着许多竞争者为生存而战 将经历更激烈的战斗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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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